都说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 但孩子的起跑点是什么呢 其实是父母 如果父母教育的观念跟态度不对 那么孩子再优秀 学习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上一次在课程当中 有父母曾经问到我 他觉得孩子 在幼儿园里头跟其他的孩子 相处不来 他希望他的孩子更积极 他希望他的孩子 能够跟别人打成一片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你的孩子是天生就是比较 不太善于跟别人交际吗 或者是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他回答说 其实他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他的孩子是不同的样子的 我说 其实应该回归到一件事情上面 人本质就是动物 现在人们都以为自己是万物之灵 其实正因为这样的想法 让我们丧失了太多 原本动物应该有的能力 我跟他讲了一个笑话 假如咱们家里面有养一只狗 猜猜看 家里面的排序什么 家里面有父亲 有母亲 有孩子 有小狗 那么这个正确的排序会是什么呢 很多人答了不同的答案 但是正确的答案应该是通常 妈妈是第一位 因为小狗会看到一件事情 妈妈每天在号令孩子 号令父亲 他们就会跟着做 所以小狗的心中就会想 这个罪大 不要理他 所以小狗就会发现一件事 妈妈在家里面 叫谁谁都得听 叫孩子做事 孩子就得听 叫父亲做事 父亲就得听 然后孩子在过程当中 就会依照着母亲的意思 每天在行动着他的部分 而这只小狗 他要吃饭 他要干什么 都得依靠母亲 所以他认同 母亲在家里的地位是最大的 那么第二大的是谁呢 第二大其实是孩子 孩子每天在家里面跑来跑去 并不害怕任何人 也敢跟爸爸妈妈开玩笑 甚至有时候会违逆到 爸爸妈妈的要求 所以小狗就会排去了 他说这个一定是第二大 那么第三大是谁呢 是小狗还是父亲 其实很多人以为是父亲 是错了 小狗在这里面 他会看到一件事情 爸爸每天回家 就是被孩子骂 被妈妈骂 他就想到这件事 这个父亲可能是 这家里面最弱的 所以我就站到第三位 小狗其实是家里面的第三位 那么我说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人们在任何团体里面都会自动排序的 所以我就跟这位妈妈讲 第一个方式 如果你的孩子在幼儿园里面 老是跟着别人在做事 那么他可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 其他的孩子比他更强势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做另外一件事 聚集另外一批 不是非常强势的孩子 让他跟你的孩子一起玩 那么你的孩子在这里面自然而然就会掌握到 当一个领头者的一个功能 所以也必须他要担负这个功能 做以学习 但第二件事情 我跟这位家长又聊到一件事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做领头者吗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天性 每个人有自己的才能 那么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假如我们说这个贝多芬 假如我们说到牛顿 其实他都是孤僻的孩子的 有时候 寂寞跟寂静是一种力量 太外向的孩子 有时候他是有领导力的 但是相对来讲 他在其他的能力上面 他也会降低的 而这样的一个孩子 他不太喜欢跟别人交往 不太喜欢跟别人接触 如果他内心是有强大的力量的时候 他在各个行业上面 必然是比别人更强的 所以我跟这个父母在聊天的过程中 我其实锁定的不是 孩子的行为是什么 而是我们在孩子的内心里面 灌注了什么 一个好的孩子 如果他内心有一根支柱 让他相信他所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并且别人也喜欢他的时候 不论他做什么事 他都会是一个成功的孩子的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希望我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一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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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